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唐朝有一位出家人叫做达法 七岁出家 曾经读众《妙法莲花经》三千篇 但他觉得自己在修辞上没什么修获 于是他参访六祖慧能大师 他拜见六祖后 因为六祖相貌平凡 有些看不起他 所以在礼拜的时候 叩头没点到地上 于是六祖就跟他说 行礼头不碰地 你一定觉得自己有本事 请问你学过什么呢? 达法法师就说 我读众《妙法莲花经》有三千篇 六祖慧能听了之后就说 如果没有领悟佛经的义理 就算你读众一万篇 只不过是种下善根 将来世再修 而现在你以为自己了不起 还三千篇法莲经 这种态度反而害了你 使你的我执更高我慢更加厉害 所以要读众经呢? 六祖慧能随口说了一首解 心迷法花转 心悟转法花 诵经久不明 予易作仇家 当你执着佛经的文字 心里想诵经求福 不从文字起思维灌照 念口往不明白义理 那就是妄心执着念经 被佛经的文字转而控制了你 但是当你彻底灌照佛经的义理 从文字智慧去分析思维 从而实践修行 那就是你转动文字了 盲目诵经不明义理 就好像文字是你的仇家一样 永远有隔膜 这反而成为佛经的奴隶 各位,学佛是要求智慧的 不是盲目求福 当你有了智慧的时候 自然会懂得如何行善 千万不要做经文的奴隶